南韩你说要拼经济吗 现在看到排名都直直落 那韩冰 现在你看产业部 南韩的产业部 他们宣示 他们要努力力拼什么呢 他们要拼 2030年南韩成为全世界 首屈一指的生物制药生产国 这怎么办得到呢 真有可能吗 那现在其他的产业是怎样 是要放弃了吗 造船拼不过中国 算了 汽车也比不上中国了 也罢了 那还有还有什么 像半导体 现在看起来压力更大 晶片 现在你看南韩 所以只能靠什么 培植生物制药这个产业 有这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很好 问题是 生物制药产业有这么简单吗 因为现在已经2023年 2023年才7年 南韩现在生物制药 有在全世界算是前几位的吗 好像也并没有啊 那你要怎么样 在短短7年之内 就越聚会世界第一 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 其实全世界生物制药最厉害 是哪个国家 是美国 美国如果都让它代工 但是问题是 你觉得美国会做这件事情吗 我不认为会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起来 比较像信心喊话 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这是当然其实全世界各国 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 未来生物科技生物制药 都是各国在激烈竞争的方向领域 可是问题是 你不要说世界第一了 我觉得南韩的生物制药 你说它能够名列 在2030年能够名列前茅 就已经很不容易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觉得韩国还是先务实一点 先面对你现在当前的困境 美军的这个驻南韩士兵 我年纪轻轻才23岁 怎么一脚就跨境到北韩去呢 他还哈哈 因为根据目击者的形容 真的他有这样 哈哈之后然后就跑了 结果那当然啦 现在一定是被北韩给拘捕嘛 那只是说他怎么会忽然就这样做了 这个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把这个妈妈都吓坏了 这个金恩他的母亲啊 就是说无法想象儿子 怎么未经授权进北韩去 这儿子一定是疯了吧 哇 美军要是叛逃到北韩的话 这还得了啊 过去是不是真的恐怕下场都不妙 韩兵 其实这个兵哦 他本来是在南韩犯了袭击罪 结果在南韩先服了两个月的徒刑 然后本来出狱之后就是要被美国军方 直接遣送回美国了 结果这个家伙呢 居然在出了海关之后 就掉头就回来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扯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这代表第一个 就是美方的遣送过程非常的糟 就把你人看着你人进去海关了 我就不理你了 就变成这样 第二个表示南韩的海关完全没有接收 接收到美方的任何讯息 就这个理论上不能再回来的 对啊 就让他直接就回来了 因为是美国的兵 所以韩国就怎样 所以韩国国民动都不能动 也相关的资讯也取得不到 对 所以这代表美国就是因为在南韩 拥有类似自外法权这种权利嘛 所以就变成韩国 韩国一点折都没有 完全不知道这个讯息 因为这个兵回来之后 居然还参加旅行团 对啊 他是跟团去的 所以团圆吓坏了 怎么会一脚就进了北韩 对 然后这个人突然之间 我在想他可能有点情绪失控不稳的状况 因为据说他回到美国去之后 还要接受处分 所以他可能想说回去可能 你要知道这些人 大部分去当兵 很多是家境不是很好的 那他现在犯了这个罪 回去美国之后 他可能工作又要丢掉 可能还要接受处分 可能造成他心理很大的压力 那至于说这个去 说真的北韩一开始 一定会比较严格的处理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你媒体在讲 谁知道他是不是间谍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整个全部清理过一遍 确认他的身份之后 才能够考虑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 所以这个兵 大概有一段苦头要吃了 这个跑不掉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到最后会造成什么结果 像BBC说会造成美国 什么拜登全面性的风暴啊什么 我是认为没有这么严重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兵嘛 我们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兵 跑到大陆去了吗 就一下造成什么风暴 也没有 大家讲两天就忘了 所以大概在美国 也就是这个处理过程 只是让拜登很糗 让美国军方很糗 就是这样 至于说在野党一定会谴责一下 那可能有一些人要求要把这个士兵营救回来 但是救不救的回来 我觉得就不是那么重要 对美国人来讲就不是那么重要 好 可是这个帅将军 那你看哦 所以这一次呢 其实美国还在跟韩国一起在开一个合资商小组的会议 而且是第一次召开 因为之前他们就曾经讨论过嘛 一旦真的南美韩有战争 两个盟国之间就是南韩跟美国之间要好好的来因应嘛 南韩的尹锡悦不还在讲吗 这会成为强力有效嚇阻北韩的新起点 从根本阻止北韩的核子与飞弹威胁 而且你看你看肯塔基号这个美国的战略核潜舰 不都开来南韩的釜山了吗 结果这个还是42年来首度造访 哇大张旗鼓的来宣扬这件事情 结果哇会不会一个小兵跨境进入北韩 而且还是美国的大兵就坏了事 这个本来这个核能潜舰去靠南韩 跟这个尹锡悦讲的什么协商小组 都是一个造势的行为 就表示你看因为因应北韩 人家北韩不跟你造势 没事就给你弄两发 弄两发那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那个就是说参数一调整 就可能炸到你南韩的首都 或者任何重要的居地 而且是核子弹头 这种是杂杂实实的威胁 那42年来你宣布核能潜体靠过来 对 欧哈亚级的肯塔基号 对不对 那配合总统的造势 好像南韩获得核子保障 核子散 这个造势跟认知作战 一天就被一个小兵给黄掉了 破功了 你看我们台湾不是这样子吗 政府有什么事 他就给你制造一个成年往事 制造一个风波 盖掉媒体的效应 所以美国跟南韩总统 两个部的局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你核能潜见 你不可能常住在那里 而且涉及不涉及 跟你韩国总统没有关系 完全听令于美国国防部 那美国国防既然是核子武器 哪里这么轻易跟另外一个核子大国 发生核子战争呢 是啊 我讲两句话 你派一个传统潜舰 利沙型的潜舰 还比核能潜舰有用 打起仗来 对 因为你核能潜舰不敢发射 这个发射就负责世界大战的责任了 是啊 所以北韩要怎么处理这个兵 这个赖老师 那当然啦 现在大家都在揣测嘛 金正恩这边好像现在没有动静 没有任何的消息发布 现在等什么呢 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等了 你这个肯塔基号来了是不是 我就用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来回应 这是一种示威吗 请教蓝老师 这是一种示威 但是还好它是往日本海的方向打 如果它往朝鲜半岛的南方岛 也就是釜山军港的附近 来去做导弹的射击的话 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它的射程刚好完全可以把 这一艘这个核动力潜舰把它集成 是 就在那个射程范围之内 就在它射程 因为它停靠的地方在540公里左右 而它导弹发射的一个距离 可以打到550公里 也就是说他们有测过它的弱点 那它的弱点就是打了550公里 刚刚好 对 而这个潜舰停的是540公里 所以是在导弹的这个作战的范围内 是完全可以打到 打了两枚 这个就是 其实朝鲜就是告诉美国 说必要的时候我把它看掉 那这个情形 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讲 它还在停留多久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18号的下午到 19号的凌晨 所以等于是每几个小时以后 朝鲜就发射这个导弹了 那这个代表朝鲜的短程导弹 事实上早就都准备好了 而且很明显的 是固态的这个导弹 就是固态 不是液态的燃料 那不然的话你加注以后 你要一段时间 那因此它是马上可以发射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是有威胁的 而且警告你美国说我可以打掉你 不过我还是提醒 美国这样做啊 其实破坏了朝鲜半岛无核化 由于朝鲜半岛无核化 所以朝鲜发展核武不被承认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才会执行 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 可是你今天美国人 你把核动力潜舰拉过来 上面有核弹头 你已经让朝鲜半岛有核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如何能够继续对于朝鲜 就是北韩 实施制裁呢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知识体大 美国跟韩国这样做 真的对于韩国不是好事情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是事象都可以可以 CTI-1198 有额外的支盟 性满进 &太阳 既然 trabalho EE并外的服务 归完全的 趾